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隨便坐下就算了 賺這麼多錢花了 我和章章去旅行嘛 那買些手信 回來給未來欣世伯英伯母也是應該的 真是客氣 老大, 你不是想吃雪茄嗎? 整天有飯吃吧 是啊… 是呀, 政府忠谷市民 吸引危害健康 煙產就說 我們的浪筆拿來辦事 不點火就行了 是… 上次欣世伯生日 我們剛出門也沒有來恭喜你 不用了 老大, 你說何時有空 我們倆再一起吃一頓飯 好… 就下個月頭 好… 老大, 你不是浪力生日嗎 是… 那就是下個月三號 那天… 三號… 我這裡還有一些去旅行的照片 兩位看不看? 看… 老大說很想看環服片場和直視來的 是呀, 我想看大白沙 是呀, 開門了 這麼大條 這裡… 張叔 張太太 請進來坐 請坐… 多點升降機, 你也在嗎? 那就對了, 不用我再走一趟 來…小藏菜結婚的照片 曬出來了 是呀 大家看看… 快給我看看, 我的頸子都長了 是呀 很漂亮的女兒, 她真的很上鏡 你看看你, 繞著她的手也不肯放 當然了, 我把她當作是我媳婦 你們這麼疼她 難怪小藏菜掛著你們 今天寄了明書面來 是呀 她說沒有你們英文地址 寄了回家 很漂亮的風景 是呀 她還說跟阿傑 在美國的迪士尼樂園玩得很開心 是呀 是呀 真是離譜, 小棠錯了一張明信片 而已 比我們兩個人還要緊 你才是新家的未來媳婦 那我又未必是人家最理想的媳婦 都不知道他們怎麼想的 你和曾sir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才可以在一起 還要這麼多挑剔 難怪媽媽說那個女人不可理喻 旁邊的人怎麼看我 我從來都不介意 最重要是我和阿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她是不是真的知道 你受了這麼多委屈 她媽媽經常要她表態 你不是又要我給她表態嗎 做人父母 不是經常想讓子女開心心 找到自己喜歡的人嗎 自己喜歡的人 在父母眼中一定是一百分 那倒是 是 我得了 Sir, 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是維修印水道 有沒有挖泥車挖爛挖客 很久就發現一堆白骨在這裡 是 是不是人骨 鞋骨的連接位已經全部腐蝕 相信至少被賣三年以上 是男性還是女性 要拿回去聘合完整才能確定告訴你 連貼著骨在上的泥土也要拿回去發現 但是這個時候要小心點 好 由她前方的平滑和盆骨迷體 應該是女性 會是甚麼年紀 不可以肯定 那可不可以知道她的死因 死者頸部、屑骨折斷 應該是被人落死的 還有, 她少了有骨質增生的現象 她生前應該是做過駁骨手術的 不過可惜, 她的頭骨全部碎裂 那可不可以用電腦把她的樣子恢復 是不是不可能驗證她的身分 未必 雖然頭骨下惡無為損毀 不過上半只是完整的 每個人尾骨長一點 後方的鬥是蝴蝶形 跟指模一樣是倒一無二的 那就是說死者生前 如果照過頭骨的X光 有紀錄的話 那就可以驗證到她的身分 接下來的東西 就要交給發展科發現 倫 倫 記得把車鞋骨上面的泥土 交給發展科發現 這是甚麼 看看 是白花 聞一下就知道 當然了, 我男朋友經常送這張花給我的 慢著, 發現所有的地方在引水道附近 怎麼會有白下花 看來我們要認真些發現一下的樣本 奇怪了 怎麼樣 這幾種化學物質在農藥裡面才找到 而這幾種就是屬於普通的石灰沙泥之類 是建築用的 發現私搜的地方在引水道 有建築物用的沙泥石灰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為甚麼會有農藥成分呢 有一個可能一點也不奇怪 怎麼樣 樣本根本就是屬於兩種不同的泥土 你的案子查得怎麼樣 現在唯一知道的 就是鞋骨曾經被人移屍 當然, 鞋骨身上沒有衣襪 上面還黏著兩種不同的土質 你以前我也不太明白 你殺了人之後, 埋了屍 我知道, 一了八了 為甚麼再多次一舉 又怎麼出來就這樣埋在其他地方 或者想轉一轉風水吧 很幽默, 但我不懂得笑 失蹤人口那邊有甚麼發現 全都給予外面的, 警訊都知道 現在如果找不到他的家人的話 那這條絲就沒辦法證實身份 不過知道他生前曾經斷過骨 查不到身份, 你們根本做不到事 那你頭痕而已 小唐菜也好, 隔屋隔 甚麼都不用你了, 是不是 現在小唐菜去旅行也好 去中東, 我們去中東不凍嗎 你別做夢了 做甚麼夢, 去旅行而已 我還沒說去渡什麼 吃麵 不, 我在這裡吃雞吃麵 小唐菜和阿傑 一定會在吃法國田螺 法國蝸牛, 法國… 那我吃了 你…我吃了 吃給我吧 爸爸 小唐, 阿傑 回來了 怎麼這麼快回來 昨天才收到你在巴黎 寄回來的帽子卡 你只收到巴黎的帽子卡 我們在英國, 婆蘭都有寄回來的 還沒多 女兒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就玩我們一點 你這個傻丫頭想念你, 就快回來 是, 爸爸好吃好住 不用掛著 物業最重要, 難得去度假 不要緊, 我們遲些會再去阿拉斯 是嗎? 好 這次很大收穫 去那時候是兩個手持的 這麼多東西回來 阿傑, 這個又說要不買 那個又說要不買 也不會節省一下 你不說你自己 全行都是你的手信 不是吧, 全行都是手信 你別這麼開心, 每人都一份 其他那些是大老袁和Dr. Leap 有沒有這麼誇張 沒有人預約四五份呢 還說不誇張, 你去到哪兒都說 這份又對, 那份又對 那份又沒有我的份 你現在投訴我嗎 不敢, 老婆大人, 是不是 大老袁又是你死黨兼上司 你說甚麼就甚麼 老公, 你還拍? 快點換衣服吧 我們轉機去學米蘭 原來學米蘭, 喜歡 這麼快就玩完了, 真不捨得 老婆大人, 你答應了你訓練再玩 你知不知道去一次旅行 要花很多錢嗎 娶你回來有個好處 幫我省下一次 沒你那麼好戲 我教水給你洗澡 沒事吧 沒事吧 沒事的 可能打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有點不舒服 要不要去看醫生 哪裡有人暈機浪去看醫生的 還暈機浪, 因為師姐 你下了飛機很久了 這些是大老袁的 謝謝 為甚麼打完這麼多份 你真是偏心 世伯伯母, 家喬那些 不用遇上他們 你每樣都要爭, 爭了又不對 我是甚麼身份 大老地位, 誰可代替 物業旅行一定很開心 胖了又漂亮 整個幸福小女人 幸福小女人, 你老公去哪裡 本來是他來的, 但是有些公事要做 剛剛新婚撇掉你 你照顧著, 這麼有事要做 真是滾 別說了, 我們的龍蝦餐到了 做甚麼水龍菜, 不舒服嗎 有點反胃 你的臉色不太好 你去看看醫生吧 我沒事的 你真的不太妥, 看醫生比較安全 我回家去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那我先送你回去 行不行 待會兒就沒事了 小心 你連站也站不穩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會找一找 真實是你, 這麼巧 我送小糖菜回來, 他不舒服 大老元, 你還沒吃東西 不如先回家吧 是呀, 還沒吃東西 進去吃完再走 好, 我先送小糖菜進去 怎麼樣?阿杰 阿哥, 還沒睡嗎?找我看案子 東西扔下這麼久, 只剩下手了 是呀, 要去找我嗎? 你也知道大哥一向在著你 我怕你怪兒做事, 疏忽了我老婆 你也是的 反正拿的, 應該拿久一點 想做的事, 交給別人做 反正去旅行, 怎麼不耍久一點 我一整個個多月了, 還不夠嗎 小糖要回來警察交人 我自己的事要搞, 我惹了陳詩 找陳詩什麼事? 沒有, 阿美失蹤滿了七年 銀行說有些收尾要跟回我 你們已經離婚了, 無緣無故 怎麼還要煩惱你呢? 我以前跟阿美有個聯名保險箱 一向是容開, 我很少來 上次搞手續的時候漏了 人都不在了 要通知也應該通知她弟弟吧 阿倫明天也會去的 還是拿回她姐姐的東西吧 阿杰 發生過的事, 你應該還記得 大哥不想你重討覆辭 你跟阿小唐蔡合身分 你應該多放點時間 為了兩個人的感情 楊智美小姐已經失蹤了七年 在程序上 我們會把她在保險箱裡的物品 當作遺物處理 通知她家人來認領 楊小姐的東西應該交給她弟弟 黃先生, 你不用看裡面的東西 是甚麼 我這麼需要, 每件事是我的 她不會再回來的了 在法律上, 她已經死了 是甚麼事 我不想你再浪費時間 我不跟你 我婆婆不見了, 去換個個 大家姐, 我只差一個 我跟她相依為明 不像你這樣 今天不照顧你 還有, 她表達有骨質增生的現象 她生前應該是做過駁骨手術的 每個人眉骨想一點 後方的鬥是會跌形 跟指模一樣是早一無二的 會跌形, 完全混合 簡直是她... 她的駁駁骨是阿倫的姐姐楊智美 突然知道自己的姐姐已經死了 對阿倫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她需要一點時間 才可以接受這個現實 可不可以談到? 阿倫, 你姐姐在七年前失蹤 是 那在失蹤之前 有甚麼特別事發生過? 我不知道 我幫當長宿舍 要不是英姐打給我的 我也不知道她怎麼見過 阿杰說過 那時候她看著英府執業史 難忘了你姐姐 所以才不辭而別的 我姐姐不是不辭而別 她是被害死的 害死她的, 唯英傑 你姐姐出事 阿杰根本不知道 不要對她這麼有偏見 我沒有偏見 本來我也不明白 為甚麼我傷害到 我姐姐完全不關心 如果不是堅持要報警的話 她當沒事發生過 還有, 她沒有花時間 還有這個不會回來的人 原來她在早營知道 我姐姐已經死了 我姐姐的事不是那麼簡單 我肯定跟阿倫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一直都有問題 是, 他們有一次要放假回家住 他們肯定跟著我 我去到花英的時候 看到我姐姐滿身傷痕 姐姐, 甚麼事 沒事 誰打你, 是她姐夫 不是, 我自己不小心跌倒 我姐姐說她自己不小心跌倒 可是她的傷痕明明是被打造成的 有誰打她會不出聲 除了王英傑之外, 還有誰 她一直都有報來談, 是不是 她不像是這樣的 她是扮好人全世界 但我姐姐嫁給她之後 一點都不開心 為甚麼她說自己的老婆不辭而免 反正在看見 本來我以為她打造了我姐姐 怎麼知道我姐姐已經死了 她早就知道了 姐姐只是一個, 她就是兇手 雖然你是這麼說的 但是我們沒有實質證據 這個人已經不見了那麼久 我直接會認為這個人已經死了 她未必就像你這樣說, 是知情 到這個時候, 你們還不相信我 還要幫助她 如果她是真正兇手 會受到法律制裁 阿倫, 你聽我說 現在你要做的事就是冷靜一點 千萬不要被自己主觀的情緒影響 以後的事我們會做 那你們打算怎樣做 現在已經證實到鞋骨的身分 我們會找王英傑回來聊聊 是 寶遠 你這麼多人做, 怎麼做 我就來做事 王英傑先生, 我們發現一副鞋骨 已經證實了是你前妻楊志美 根據紀錄, 楊志美在七年前已經失蹤了吧 是 你一直不知道她已經出事了 我不知道 到底她怎麼出事呢 那她在失蹤之前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事發生過 沒有 之前一點的跡象都沒有 你知不知道她有沒有跟別人結怨 我不知道 你怎麼去形容你和前妻的關係 二少爺和二少奶奶沒甚麼兩句 因為我們小奶奶她經常都不在家裡 那時候我忙著歐士 陀未很少見面 但是我們有協議 應該趁後生專注自己的事業 阿美她明白我的 你們有協議 但是楊志美弟弟, 楊志倫華 你們夫妻曾經冷戰 婚姻出現危機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阿倫華有一次看到 楊志美被人打得又腫又軟 我有問過阿美 但是她說她跌倒了 然後我沒了一件事 阿美的骨是怎麼找到的 她醒來有沒有可疑 你告訴我吧 怎麼樣, 但是我有沒有頭緒 我告訴她 我證實這副鞋骨是楊志美的 她們都很惡言 別說她們 就算任何人聽到這個消息 都會覺得惡言 但我始終都覺得阿倫太武斷了 她一直都對阿傑有偏見 就算小小事都會亂想事 人怎麼會有情緒 我現在不只擔心她 我還擔心一個人 小唐蔡 不知道她會亂想事 你可怕她以為阿傑是兇手 會影響他們的關係 兩夫婦之間最忌諱就是互相猜忌 竟然不知談 正經一點就行 不是 是 其實我跟你一樣擔心 如果阿倫真的猜中了 阿傑是兇手的話 小唐蔡 我們別這麼想事 行嗎? 我們也不行, 何況小唐蔡 阿傑 阿傑 去婚了 現在很晚了 突然發生這麼多事 我也知道很難接受 如果你有甚麼不開心 你告訴我吧 沒事了 阿傑 阿傑 醫生, 不知道最近是不是不夠 作感冒呢 時不時想嘔又見頭暈 你不是作感冒, 你是有了寶寶而已 阿傑 醫生, 你出清楚了沒有? 通常第一次做媽媽 都是比較大意的 自己懷孕了也不知道 你的胎兒不太穩 如果你還在工作 我建議你不如請一兩個月假 養好胎兒 是 我也知道你會回來的 不過不知道你這麼快出去 怎麼樣?想了解這件案子 想回來燒假呢? 我回來請假的 醫生叫我休養兩個月安胎 這麼快就有寶寶? 你有了寶寶? 走… 一定會很開心 怎麼樣?有了寶寶一點都不興奮 阿傑不喜歡嗎? 不是, 他還不知道 是突然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接受不了 還有有寶寶我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結婚生兒子很自然 你們兩個之前應該有計劃過的 別這麼憂鬱 不然明天生寶寶出來變成大眼包 怎麼樣 這樣也好, 不要讓案子影響自己的情緒 有甚麼事, 跟阿傑說 阿傑是你老公 放假的事, 我幫你處理他 笑多一點, 休息多一點 還是生個胖胖胖胖的寶寶出來 謝謝大阿遠 不要, 笑一下 這樣才對 那我先走了 慢慢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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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休息 阿傑 那你還不睡? 我有話想跟你說 是不是個案子有進展? 親上說你甚麼? 不是, 還沒有進展 我先睡一會 阿老爺, 阿老爺 阿老爺, 阿老爺 這花圃的地址在這裡嗎? 大嶺島裡面含有肥燃料 所以第一處埋屍的地方應該是農地 就由Jay Ken發現白骨現場的花圃 開始問起 希望有線索 是, Sir 阿老爺 阿老爺, 這間還有一間路 這裡雖然不好, 但還種很多花 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你寫字樓看看 先生, 想買甚麼花? 我是曾家元督察, 這班是我伙計 發生甚麼事? 附近發生了一宗兇殺案 我們想來取消資料 有甚麼可以幫你 你認不認得這個女人? 不認得 她叫楊智美, 二十五歲 你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 沒有, 沒有印象 不好意思, 我有很多事要做 怎麼稱呼?小姐 我姓林 林小姐 你記一下照片裡的女人 有沒有來光顧過你? 光顧過我的人, 我一定會記得 那最近有甚麼特別事發生過? 沒有 真的沒有? 那政府來收地, 算不算嗎? 媽媽… 做了公訪沒有? 裝箱給爸爸沒有? 快點裝箱給爸爸 好 你兒子 是呀 挺有趣的 李先生是… 他病死的 跟你的案子有關嗎? 這個女人挺囂張的 打完電話了嗎? 賣楊智美白骨的泥 也有這些花花瓣 那個女人有點古怪 我再問問她 不要 為甚麼? 問她也不會說的了, 請請她去帝 掃員 那間花瓣的泥土的發現報告出來了 證實某部分 是跟楊智美副骨上的泥土的成分相同 那裡可能是第一場私地點 查到花瓣的女人全名叫林浦月 丈夫叫趙石佳, 在七年前死了 不過她不是病死的 她是在一宗遊艇無故爆炸 以外葬身大海死的 九一年十一月二十號 不就是楊智美失蹤那天 為甚麼這麼巧? 有事更巧 原來林浦月在七年半前 曾經去過醫院做角蚊腸手術 而當時幫她做手術的醫生就是 楊智美? 不錯, 阿倫的姐姐 就是我女人的主親醫生 為甚麼林浦月後 相信我對楊智美沒有印象 那女人就有問題 她刻意隱瞞一些事 說不定她是兇手 容姬? 我有這樣的看法 我問過醫院的人 當時趙石佳 就經常陪她老婆回醫院覆診 所以跟阿倫的姐姐比較熟悉 會不會因為有這樣的機會 而踏上關係? 為甚麼這麼說? 楊智美被人打到口中嚴重 而阿倫就一口咬定王英傑的所謂 再這麼推測 可能趙石佳跟楊智美有嚴 而王英傑就起了疑心 所以毒打她 或者動了殺機也未定 你這個推測雖然有可能 但我們沒有實質證據證明 趙石佳跟楊智美是有不尋常關係 所以雖然我們知道 林浦月在說謊 但我們沒有實質證據 應該找到資料回來 證明我們的推測是沒有錯 然後再拉她回來慢慢聊天 是不是? 我已經說她一定在這房間裡了 這一頓你請 阿倫, 你收工這麼久 一直坐在這裡嗎? 是 別管了, 有人請吃飯 我不會了, 你去吧 走吧 別管了 那就由她吧 我們吃完飯, 帶點東西回來給你吃 好, 謝謝 又省了一點 對, 我想問問, 查得怎麼樣? 查到花鋪女主任 原來你姐姐以前幫她撕過手上 不過她說謊, 說不認識你姐姐 那黎土呢? 完全不合 跟你姐姐在下骨上面找到的成分 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覺得 你姐姐認識一個女人的丈夫 不過這些都是我們推測 我不敢肯定 你姐姐 這個水枝白花是不是你姐的遺文? 她一直放在保險箱裡 是那個小人送給你姐姐的? 我想不是, 應該是姐姐自己的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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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呢? 林小姐 大傑也沒有人應援 難道走我老了? 我能進去出去了 甚麼?你們 我已經說了, 我已經說了 林小姐 我們有證據證明 你跟楊智美被殺的案件有關 麻煩你跟我回警局調查 林小姐, 你不用再狡辯了 我們查到你七年半前曾經做過手術 你的主診醫生就是楊智美 你明明認識他 但是偏偏說謊 你怎麼說對他一點印象也沒有? 你現在回想, 我就有一點印象 都這麼多年前的事 我忘了一點也不奇怪 何況我做的手術 全身麻醉, 影響記憶也不成功 你不用死撐了 你根本就說謊 趙太太 不知道你對這個百合水晶有沒有印象 沒有 當然了, 我肯定你沒見過 因為是屬於楊智美的 又是百合, 真是巧合, 哲太太 你看真點 和你的花圃的標誌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 這塊水晶有錢都賣不到 獨一無二的 不知道是誰送給楊智美的 是你老公, 趙石佳 我們查到你老公在七年前 在香港一間最著名的水晶店 特別要求訂造 一件這麼有意思 有這麼浪漫的東西 不知道你老公有沒有送一件給你 是嗎? 趙太太 我們都很同情你的遭遇 你可以否認一切 但你不可以否認的是 你老公曾經跟楊智美有一段不可告人的姦情 說出來, 這樣會舒服一點 對, 我早就知道他們有事 是甚麼時候的事 大概七年前 那個女人替我做完手術之後幾個月 有一天, 我覺得有點作惡作悶 但是阿佳她說約了朋友出去 誰知道她遺留了門 我出去的時候 就見到她和男人在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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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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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件事 我才知道我老公 原來在外面有外遇 我猜都猜不到 他從來都沒有對我不忠 為甚麼他這次會這樣做 那你當時知道 你老公外面的女人就是楊智美 我當時還不知道 你事後有沒有問你老公 唯一想跟他攤牌嗎 我也有打算問他 但是過了之後 他整個人都變了 變得很暴躁, 經常發脾氣 我想一定是他 跟他跟師家偵探很煩有關 所以我沒有問他, 我不想逼他 我希望他們自己會分開 那你怎麼知道 跟蹤他的人是師家偵探 我看到他身上有一部相機 所以我覺得他是師家偵探 況且我老公又不是甚麼名人 沒理由是記者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怎麼樣 你是甚麼時候發現 那個女人就是楊智美的 就是我媽媽的死記 我們習慣每年都回鄉下敗山 但是那一年, 他是有生意談 所以走不開 其實我也知道 他是想藉這個機會 去跟那個女人一起 那一次你們自己一個人 回鄉下敗山嗎 敗山之後 突然間我又作惡作悶得很厲害 所以親戚帶我去看醫生 醫生驗完, 他說我懷孕了 我聽完之後, 真是很開心 所以剛才回到香港 打算給阿嘉這個意外驚喜 誰知道 我看到他和我兒子 他們竟然在花圃溫室裡加我 那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那個女人 就是幫我做修飾的楊醫生 我真的想到想不到 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我記得他自己都是有夫之苦 這一時間,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甚麼 我的心很混亂 在胡思亂殺 不知道為甚麼 我又不懂得出去罵他們 可能我不想大家尷尬 真是豈有此理 如果他下次再打你, 我不會跟他吵架 算了, 多事不如少一試 甚麼多事不如少一試 難道我看著你被人打, 我也不理會 那別人不想你多事 以後我會小心點 對才好 這個女人實在太無恥了 一定是她老公找私家偵探來查她 知道她洪勤出場才打她 但是她死都不知悔改 繼續和阿佳在一起 我回到家, 冷靜想清楚 我不能由她們這樣下去 所以我決定等阿佳回來 和她探牌 你嚇死了, 坐下又不出聲 以後再上班 為甚麼不想到 我剛剛去過花圃 是嗎 我還看見一些 我不應該看見的東西 你為甚麼跟楊醫生搞在一起 你說呀, 說呀, 說呀 說甚麼, 為甚麼你都知道 楊醫生有老公的 你也有老婆的 你們倆是通姦犯法的, 知道嗎 那怎麼辦 她自從跟我老公離婚了 那我怎麼辦 我們倆是不可以離婚的 你也不可以和我女兒一起的 你發瘋了, 放手 阿佳, 我有了寶寶 我有了這個骨肉 媽媽 醫生說我有了 所以我提早回來香港告訴你 你快要做人爸爸了 你怎麼說過 我很喜歡小孩子 阿佳, 你答應我離開那個女人 好不好 阿佳她抱得我好緊 我再次有了溫暖的感覺 我知道她為了一個寶寶 一定會和我女人分手 兩天之後 我自己去完虎科檢查回花圃 那時候已經很晚了 阿佳她不在 但是我看到地上有些東西 就走過去看看 我竟然看到楊智明死了 她身又沒有流血 我不知道為甚麼她會這樣 但是她的死 我第一時間就想起阿佳 難道是阿佳做的 阿佳已經不在 她連證件都拿走了 我想她一定是向那個女人提出分手 但是那個女人不肯 所以發生爭執 阿佳才坐下殺了她 我想起我們有一隻游艇 阿佳一定是畏罪潛逃 把艇跑走了 所以我馬上跑到碼頭找她 但是到了碼頭 那隻游艇已經不在了 我打過來電話和叫她 她也沒有回覆 我知道她搞出這麼大的事 一定不敢回覆我 這次阿佳殺了人, 闖了王 都是因為我和我肚子裡的寶寶 所以我決定將這條線埋了她 幫阿佳為事滅席 我不想每天那個寶寶出生 就被人說她是殺人兇手的兒子 懷好那個女人之後 我就回家一直等阿佳的消息 但是那個電話一直沒有響過 我突然覺得她永遠都不會回來 因為她已經是一個殺人犯 那晚我也不知道自己幾點才睡著 阿佳一直沒有打電話回來 第二天一閘醒 我就馬上走到花圃裡 檢查一下埋屍的地方 因為之前那晚 留下埋屍的時候很黑 又很匆忙 我擔心會有破綻 麻煩, 我們是警察 請問趙石家是不是在這裡 是呀 你是她是哪位 我是她的太太 有壞消息想告訴你們 就是今天早上水經在海裡 發現了一隻炸得爛了油艇 而且裡面發現了一隻燒豬的屍體 就很可能是你丈夫的 你最好跟我們回去認屍 那個警察帶我去殿房認屍 我根本就認不出她是我老公 她整身都炸得爛了 我就認得帶左手無明指導 結婚戒指 既然你把楊子美的屍體 賣在花圃裡七年這麼久 也沒人發現 為甚麼突然把她掘出來 賣在附近山邊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寧願讓她一直在花圃地底 但是最近政府派人來偽收到地 我將會遲早被人發現 所以我做了一步移走苦骨 就是這樣被我們發現了 你信不信林浩宇說的話 我相信 為甚麼這麼肯定 理由很簡單 她老公也不在 她為甚麼要留在花圃 如果她是兇手的話 她可以一走了之 那你認為趙世嘉是兇手? 我剛才告訴我她不是 你呢? 我也覺得不是 那你認為我最懷疑的是誰 你在懷疑阿健是嗎 林浩宇和我一陣子 都不約而同見到楊智美 曾經被打的痕跡 而趙世嘉 也曾經被私家偵探跟蹤過 我覺得所有的事都由黃英傑做 可是我們認識阿傑這麼久 她不像會這麼狠心殺人 殺人犯是沒有樣子看的 如果她是真兇 我是會公說公白 這麼少堂菜 我也不會殉屍 你是不是一早知道 你的前妻楊智美 和楊藝公司的老闆趙世嘉有奸情 你是不是說謊 我們知道你請了私家偵探查他們 我沒有請人查他們 你不僅找人查他們 你還找人打到楊智美口中原種 我沒這麼做,我上次說過 阿美是說他自己跌倒的 我沒有遺疑,所以沒有追問到 那倒是,你這麼不關心老婆 又難怪老婆跟人走路 疏忽了她,我死定是我不對 在楊智美失蹤兩年之後 你就單方面向法庭申請離婚 因為你知道楊智美已經死了 你想回復自由身 不想拖七年這麼久,是不是 當然了,這是大律師 年輕有為,大把非來猛 別管了,況且你這麼有錢 又不自在她的身家 當然不想被死人阻流阻世 你根本就知道楊智美死了 我們知道阿美跟人走路 那晚我很晚回來,在房間裡見了一封信 她說不可以再跟我一起生活 要跟趙石家離開香港 都說你早知道他們兩個有路 我還是看一封信我才知道 聽你的口氣,你早就知道趙石家這個人 他幫我們打理花園的 偶爾送花來,我們也有打招呼 趙石家那次出海,爆炸炸死了 你應該知道的,是不是 我以為阿美跟我一起炸死了 撞傷大海 你怎麼當時不說話 老婆家人走路,自己帶綠帽 說出來很興鄉嗎 而且我怕說出來會影響我執業 你真是很自私 你叫阿倫這麼多年來擔心她姐姐的安危 你也不說真相給她聽 怪不得阿倫這麼討厭你 你認為他們炸死了 但現在我們找到她的鞋骨 不知道你有甚麼想法 我就是想不明白 我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 你還幹甚麼?你怎麼會不知道為甚麼 我真的沒有說謊,你相信我 小棠,別客氣了,你怎麼這麼撿輸 小伯父,海鮮很濕,我不吃 你怕濕毒嗎 不是說大老婆才怕濕毒嗎 你豁不是阿傑不在,沒心思吃嗎 你為甚麼不叫阿傑來一起吃 阿傑她不吃大閘蟹的 上次阿傑為了她喜歡吃大閘蟹 弄得出風了 這次她就是為了她,沒心思吃 原來為了老公不在,你不吃 我還誤會了,以為你有了寶寶不吃 是… 不過說真的,有兒子領了一年生的 生得來就對了 是呀,媽媽說生兒子很辛苦 尤其是做高齡產婦 你知道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媽媽把你十個月 辛苦了十個月 生你的時候幾乎生死我 是… 想想想吧,生個叉燒比生你更好 生個叉燒一口吃了就沒有了 怎會得現在可以一家人排排座 這麼溫馨,這麼開心 是…那時候托著你的時候 她的肚子就像個螺子那麼大 還生得一身二匪 她就說不生了… 突然生他出來 經常抱著他就不抱著我 對了,只會說我,不說你自己 一天抱著兒子這裡去那裡 當他像模特兒一樣 又拼命地拍照 拍完整個大閘,好像在山那麼多 不拍完就拍完,誰都會看 祖叔叔,現在是那些錄影機 那些是二華為的,你又說 那倒是 兒女的事聽話是挺閉嘴的 不過看起來又不太大 養得他大,又多開心 老實說,不生個兒子 那些人是女人 那倒是,女人真的要生兒子 如果生了兒子之後 兩夫妻零死一條心 小唐菜是虧出去了 他去了曾Sir的家 你一個星期才休息過一天 他不留了幾乎 反而去了人家裡 甚麼態度 我叫你說吃大雜蟹 我又不對 上次跟小唐菜吃了一頓 弄得我整身瘋爛 小唐菜經常黏著曾家緣 你不覺得又不妥了嗎 一次是這樣,兩次是這樣 阿傑,你看著自己的老婆 你說甚麼 小唐菜跟聖曾有多厲害 那天晚上我見聖曾送小唐菜回來 看得不知多親眼 站得站不穩 他們有勞 小唐不舒服 曾Sir送他回來很平常 他們不是上司下屬這麼簡單 全警官人知道他們以前的事 一男一女分手這麼久 感情更好 用甚麼舊情服刺 他們日對夜對 小唐菜見他用多個見禮 人家被老母帶你明明試過 這次還不學聰明一點 看著自己的老婆 進來 大伯,阿傑 阿傑 可不可以跟你們聊天 我們聊完了 我想阿傑應該又問你 阿傑 我們出去走走 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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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灰的天 熊熊的心 我怎繼續逗留 偏偏心中的思念 從未妥協 如何被洗漆淨化